我就有碰過一個月光族 他覺得下個月他可以去吃什麼 結果你知道嗎 還不到月底 就被知遣了 結果對 他就一直月光到底 大家好 我是王瑞琳 我是逸祥 對歡迎收聽 靈異事件 今天的主題很好玩 嗯 兩個字 因為一開始是兩個字 然後接下來我就聽到三個字 就是月光 其實應該講月光族 喔 剛以為月光要唱歌 欸好 我們來想一下 我想的月光是什麼 好啊 如果以歌來講 我想的是 彎彎月光下 蒲公英在歌唱 欸 哎呦 好棒喔 都我在Key上 欸對 王欣 好歹我也參加過五燈獎 不要這樣好不好 哦 OK 我是王欣林的月光 那你的月光呢 我的月光是 我是月光仙子 我要代替月亮惩罰你 我只是歌啦 哈哈哈哈哈 歌 城裡的月光 發心照亮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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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這就是老人之歌 沒有 王欣林也有點年代 是因為他最近又炒紅起來了 對不對 哦對對對 好 那你就是城裡的月光 欸 欸 中惠耶 對 其實我不知道誰唱 我只是 當下一個很熟悉的 城裡的月光 把夢照亮 我們是接下來三個 三十分鐘就要唱 欸這是有人要找我出唱片了 我覺得 好 那第三個 小編 月光喔 其實我剛剛跟逸祥想想的一樣 美少女戰士 你看你們多年輕啊 可是我們今天不是講月光 我們講的是月光 主要還有一個月光 我再講一下 哪一個 那就是 劉德華 因為都會在重播那些電影嘛 有沒有 那個那個什麼 龍龍什麼 羽龍共舞 然後裡面張銘就叫做 月光月光 有沒有 哦 欸 你沒看那個電影嗎 我沒那麼熟 我記得那個 Sit down please 哈哈 龍蝦莊 對對對 龍蝦莊 好啦 那我們今天其實主題來了 是真的談月光族 為什麼談月光族呢 因為我發現到 在每一次的 就是到快到月底的時候 很 你都常常會聽到旁邊 你們在那邊講 嗯 包括吃飯的時候 哦我今天要吃省一點 啊 因為沒有錢啊 對 快到月底了 對 你們有當過月光族嗎 我到月底我 因為我騎車什麼 會經過公園 嗯 就很多人會在公園裡面吃土 在那邊挖自己的食物 差點噴出來對不對 到月底啦 準備吃土啦 啊 還有蚯蚓 沒有 每次都讓我要喝水 都講的 這樣很笑 我就腰到他噴啦 有沒有啦 有沒有當過月光族啦 這一兩年有 為什麼 這一兩年 為什麼會當月光族 因為這一兩年 賺的比較少 然後 有一些開銷 嗯 那你覺得什麼開銷是最大 我覺得 以我北漂上來 我覺得第一是房租 嗯 房租就會噴掉個一萬塊 很多耶 對 上次有提到啦 也有提到 如果沒有聽的話 大家可以去回放我們之前 靈異事件的Podcast 因為 翼翔有在聊到他在台北租的那個 房間 有跳蚤的那個房間 對 跳蚤那個還比較便宜 跳蚤那個好像 不一樣喔 那個5500而已 跳蚤那個真的很便宜 對 但是 因為有跳蚤 真的沒有 嘿 因為他 因為 那一個就是 你有 你有 那個叫什麼啊 你有 你有 跟人家合住 啊跟誰合住 就跟跳蚤合住 哈哈哈 跟跳蚤當室友 哈哈哈 哈哈哈 跳蚤一家人跟你 哈哈哈 對 所以可能那時候 就會比較 啊 他那換到現在一萬多塊錢 可是一萬多塊錢 你也會覺得是月光租 欸 翼翔你還賺的不少啊 通告這麼多 我是 我們是怎麼講 薄利多銷 嗯 那那 那 是有多薄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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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想罵人 好可怕 沒有啊 沒有我沒有罵人 我沒有罵人 哈哈哈 就沒有多少啦 然後 反正房租就大概 是最主要的 嗯 嘿 那 因為外食足 或什麼 又 住外 吃外面的 嗯 哦 那 一個月你說 伙食費也要 有個 五六千吧 我覺得一天 兩 一百到兩百之間 欸可是沒有啊 這兩年 為什麼 你薪水 如果以固定薪來講 你一個月應該會有多少 欸不過等一下 我先看 我先問一下 益翔哥 因為我之前有看到 益翔哥一篇新聞 他就是 看他的 那個賬戶餘兒 只剩下兩萬塊 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突破那兩萬塊了嗎 現在 有突破了啦 OK 欸我有長長戶頭 也只剩兩萬塊啊 我是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呢 欸我也是標準的月光族 你們不知道嗎 蛤 我 難以想像 真的嗎 對啊 因為你戶頭兩萬 可是 你不動產有兩千萬 哈哈哈哈哈 那都是 那都是老公的 沒有一樣是我的 好不好 可是因為 你看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工作嘛 然後 我不是一個 花費很兇的人 然後 像 以房租一萬塊來講 然後 一個月伙食費 六千嘛 那 一萬六了 你又要有其他的開銷 或 應酬 或 人家 聚餐啊 或 生日什麼 那個一定要 我覺得大概 四千 對 四五千 那就兩萬一 好 兩萬一 對啊 那你還有 可能還要繳什麼 勞健保 然後 因為我是工會的 然後 又要 就自己有一些保險 或什麼 嗯 嗯 所以我覺得 最少最少 也要個 兩萬五兩萬六 欸真的 那你 真的 你在公園 你常在 什麼 真的啊 我可以跟你講 哪邊的土 最好吃 因為 因為你這樣算 根本就不夠啊 不夠啊 而且這個 完全全不夠耶 這個全體是 你不能 出意外 不能 不能去生病 對 然後不能出車禍 不能被開罰單 嗯 對的 有保險 對啊 你看他還有保險費啊 你們那個都沒有算上去 所以我說 我每天 我覺得我每個月都是月光族 你們都不相信 因為第一個 你看光 以前如果說一個人的話 我覺得還好 因為一個人女生頂多 呃就是 在智莊上面 嗯 可是以前智莊也還好 有阿拉俠在贊助 那我覺得他已經省了我很多的費用 然後再來就是 呃化妝品 其實化妝品我也覺得省蠻多 因為我的膚質還不錯 坦白說 這個不好說 那個每個禮拜 可能每個人 有人要叫陪他去什麼星光 什麼三月啊 對對對那個 對那個 那個都是 補充一下 不是 可是那個都是正常開銷 因為你如果要當藝人 在螢光幕前 你不可能把自己都素顏 或全部都交給出化師 嗯 我要這樣講 因為坦白講 我不太常在電視台化妝 因為大家有時候會共用粉餅 或共用那個粉 那個海綿這件事情 其實我會比較喜歡自己上妝自己過去 好啦 衛生 還有去開銷 還有去開銷 接睫毛啦 好不好 兩個禮拜給你接一次啊 他也算是在一個月之內的開銷嘛 嗯 對 然後呢 做指甲 對做指甲 三個禮拜 好撐三個禮拜好了啦 好三個禮拜也是在一個月之內的開銷 所以我覺得嗯 一個人的時候有時候也會稍微有點 越王族 然後再加上現在我們有些工作室 有些設備要成立 嗯對不對 有些經濟 你們就開銷也是最基本開銷啊 對啊 我不吃不喝也要開銷這麼多 我覺得那個就是 我覺得沒有那麼多的東西在身上 可是我覺得那個叫做必要的開銷 因為你今天假設你今天一般上班族 也不會像你這樣子 可能需要中睫毛到每個月 到每個禮拜 或者是你要做指甲洗頭 光洗頭這樣子 你以一般上班族來講啦 嗯 而且你今天而且是你 你今天是以 經營者的身份 代表你說你今天砸下去那些都是成本 對啊 所以要這樣想 你喜歡看一個臭臭 然後牢牢的 然後什麼都不要的 就在電視機前面嗎 不會吧 對不對 對不對 除非我真的是完全廣播人 我不讓你們看YT 不露臉 不露臉 好吧 那可是上次有沒有講過 你們完全不露臉的時候 有時候看到現實面 哇 怎麼跟廣播裡面 對啊 隔壁 不會不會 因為我們是最隔壁的 我想說 就是安排最兵 上次我們太大聲了 結果被抗議 對啊 就是我們有基本的投資 那個投資就是投資自己 對啊 但是我們一樣跟其他上班族不一樣是 我們很常馬上會領現金 嗯 我們不用等一兩個月 這些東西可能我們上完通告 我也就會有 可是我知道當月光族很辛苦 很辛苦 因為那個怎麼去分配 尤其是說這兩年喔 我覺得更辛苦 是因為 我們有一部分 其實大家在新聞上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奉獻這件事情 哦 對啊 對 因為我們基督徒會十一奉獻 對我們會十一奉獻 哦我們不 而且基督徒很好玩 就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嗯 原來是一個月奉獻一次喔 嗯 我個人是覺得 因為 我覺得沒有特別規定 多久奉獻一次 因為他說的十一奉獻是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 那為什麼一個月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們都是月節啊 對啊 我們領薪水是 但是他根本就沒有規定 什麼時候對不對 什麼時候啊 當然沒有規定 所以啊 我週週奉獻啊 所以我那時候 你可以週週奉獻 但是你就看你當週的收入就好啦 所以我沒有啊 我們都有規定 所以我坦白 沒有 應該是每個教會不同啦 因為你說的規定是每個教會都不同 不是應該這樣講好了 我說我說為什麼是月光族 就是說 欸為什麼當時花費的 我覺得我應該會有一點點 存款 嗯好 所以 不要說你那兩萬塊會新聞 欸我還有剩兩千塊的呢 哦 那還好我們是 有通告來有現金 馬上就抵銷到那個兩千塊 馬上就欸 可能會變兩萬塊這樣子 否則一直都會維持在那個數字呢 你一直看那個存款剩兩千 那個真的會很慌 慌 可是還好 一般上班族人更慌 因為我們也曾經當過上班族的人 所以 欸月初 我們剛才在聊說我第一個工作是什麼 嗯 好 能當時 這是我們之後要聊的 哈哈哈 現在還是現在要聊完 好我們就先 就是你會領到第一份薪水的時候 很開心 月初超開心的 來來來來 唱歌去 來來來 揪吃飯 對 像逸祥剛剛講應酬 欸那可以不必要的應酬 對對對 因為有一些人他就真的不會當到月光族 他一輩子都不想跟 你不要說一輩子 他至少說他覺得不用這樣的social 可是他這種存情就很快沒朋友 哦 因為很多人知道你不跟人家social嘛 對對對 然後我就不會揪你啦 對不對 我揪你就沒有意義存在啊 啊那個他也真的不太會social 所以他這種人 這種人存錢機率超高的 那我也不知道這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嗯 有好有壞吧 一方面是你犧牲了你的人際關係 一方面你又賺到了很多 存到了很多錢 嗯 那看你是怎麼去選擇 那他有一種人 什麼人 然後他就是除了不social之外 然後他也不花錢 鐵公雞嗎 對 哦 香蕉不就香蕉 沒有我覺得他是把他賺到的錢 花在他應該花的家人身上 對 因為他還有老婆 他還有媽媽這樣要養 嗯 所以他是把他 他不是自己不花錢 他是捨不得花那個錢 對 有一種是捨不得花錢 省著 他是給別人 對 那還有一種人 他也不花錢 什麼人 他應該說是有一種行為 他覺得他不要交女朋友 不要交男朋友 哦 一個人就好 他可以省 一個人保 全家保 對啦 他可以省的更多 他可以玩的更多 他可以把這些錢 全部花在自己身上 適合玩樂 嗯 我有看過這種人 還不少喔 嗯 就是單身自由快樂 對 財富自由 可是單身 他也不太缺朋友 沒有單身不等於財富自由 你要想 你就算單身的話 你還是會有家人需要顧 你還是有 有些人他就沒有啊 那種人他就連家人都不顧了 他就是一個人 這麼殘忍 這個我真的不行 所以我說 在這個社會上 其實百百種人 可是我們還是以一般來講 上班族啦 對 因為你現在上班族 我們現在月薪多少錢 就是 基本月薪 兩萬五 兩萬五 那很多人還不到兩萬五 那如果你在台北市上 台北市就像逸祥一樣 你台北市 你要在那邊生活 欸大不易耶 嗯 坐公車比較便宜 坐捷運比較便宜 坐捷運比較便宜 還是你自己騎車比較便宜 你有沒有算過 我 欸我沒有很特別的算過欸 因為 我以前都是坐捷運啦 坐公車 那 你如果每天通勤的話 應該也要個兩三千吧 對 你說一個月這樣下來 一個月應該也有 應該有 要兩千 一定要兩千 對 就是最基本的月票嘛 如果 吃到飽是2080 1080 月票1080 如果你買月票會比較划算 是真的 那你要天天做 對那是基於天天打 通勤的人 就像JR Pass一樣 就是周遊券 或者日本周遊券 那個是旅遊那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上班族 你需要上下捷運搭公車 其實那月票真的很方便 嗯 但是你要先以那一千塊算進去 就算一千塊就好了 所以上班族其實它是划算的 划算 划算一定划算 對 可是對我們來講就不划算 因為我們到處跑啊 對 就有一個方便性 對 因為那時候人家說 其實你住在台北市 其實你可以不要買車 喔有啊 對不對 有人這樣跟我講 可是後來我有嘗試過 我就是用搭小黃去趕通告 你知道嗎 這樣趕通告下來 一天我要花多少錢 我只要趕四個通告就好了 應該一千百 你到內湖嘛 對不對 到中和嘛 有時候中和 又到內湖嘛 那都五六百七票 都這樣對不對 你答對了 一千多塊錢 對啊 不划算 那如果是騎機車的話呢 騎機車 騎機車就比較省 你一個禮拜加幾次游 如果以每天騎的話 因為機車比較省 我覺得大概一個禮拜 加一次就對了 加一次 然後大概一次都大概是 一次大概 現在應該要一百二吧 一百二 那這樣其實好像一百二 好像還比搭捷很省 我覺得 可是摩托車要保養啊 可是摩托車要保養 對啊 車子要保養 而且他比車子還好 是因為摩托車隨便差 不見得會有罰單 大車子我們怎麼查 就是不能隨便停啊 你一停 你就停到罰單 那一張又九百塊 所以還有停車費 對對對 所以我是個人是傾向 在台北市的話 摩托車應該是 有那個必要 但是汽車的話 我不覺得是必要 除非要載很大型的貨物之類的 或人很多的人 對 或者你常去外面跑 對 就是跑來跑 對 那OK 嗯 要不然你停車 你看喔 停車費也是一筆 那你騎U-bike 對 真的很可怕喔 真的很可怕喔 真的 我決定騎U-bike不要深淺 順便鍛鍊身體 不可能啊 你上通告你騎U-bike 你到攝影棚 全部滿頭大汗 裝東西了 你知道嗎 騎到內湖 那好 那吃呢 那吃你們只會一個月 如果不當月光族 你們要選擇什麼 你們會怎麼調配自己的三餐 我吃 我就是 嗯 之前都是吃便當啊 因為外食 睡眠 對啊 睡眠 但是如果去外面的話便當或 小吃店買個滷肉飯 然後一個湯或什麼 一個小菜這樣子 也是 也是一百多啦 你有算過你大概一個禮拜的伙食費多少錢嗎 大概大概 哦 我這樣 因為一天大概 其實現在一個便當 嗯 算七十塊 七八 我現在七十有點難找 我覺得現在一個便當要八十 八十到一百 你說不然在高雄好不好 我覺得很難耶 八十到一百 那你看一餐而已喔 嗯 那你早餐 吃 可能 吃比較那種 什麼美而美 那種 大冰奶 五十吧 五十可以解決 對 對那你 午餐吃個便當 這樣就一百五 還有晚餐 對 晚餐再吃一下應該還有個一百啊 對 中間都不吃東西的話 啊 你看這樣就兩百五到三百 一天喔 一天就要兩百五左右 所以其實在你們這個年齡層 種的是 量 不種植對不對 就是 吃飽好了 我覺得種植是要看場合 就是 溫理嗎 不是今天假設你是跟朋友一起吃飯 朋友約 對朋友約 或者是慶生 或者是有活動 沒有啊 年輕人在一起慶生也是種植啊 不對 重量不種植啊 就是重量不種植啊 因為為什麼 大家都披薩吃到飽啊 咖啡吃到飽啊 然後養茶吃到飽啊 對但是你知道現在吃到飽 一餐也是要五六百塊 五六百又 可是 可是會總比吃無菜單料理好 像我們這種年紀都會比較挑選 植不在量 對 因為你們那個是有一定的經濟的基礎 不是 是味容量沒那麼大 哈哈哈哈 這個不好說 所以跟朋友出去玩或什麼 你就是 有時候 以前啊會去KTV 然後 呃 他有一個選擇是吃到飽 對 你可能四個小時 然後在裡面有自助吧 然後都 欸你們現在KTV已經進不到這種程度了 對啊 這很久了 這很久了 然後你就去 就吃啊 哇塞那我多久沒有進KTV過了 欸有時候真的會有一個人就是 欸我 你要不要親切聽我印象中 你印象中什麼 是什麼 不是啊 啊不就是 到了櫃台 他告訴你幾號 然後進去之後 他給你一個水果盤 然後接下來就問你要點什麼飲料 然後幾個小時 就這樣子而已啊 還有什麼吃到飽 有啊那種自助吧 自助吧 就是自助吧比較偏向那種 不是多久沒有進KTV 我還以為你要說那個基塔 然後你要點 然後還要偷十塊 那是你當兵的時候好不好 嘿 對啊 有啦因為那個 他本來就有那個選項啊 或者有一種是 九十九塊什麼 每個人有九十九塊的call 可以點餐 啊我們一定都選吃到飽的 自助吧 嗯 這樣子啊 那個新句點 或者是好樂的地方 有啊以前真的會有就是 那種人就是 如果要約唱歌 他可以一個禮拜 大概都很省 然後等到約唱歌的那天 就是點那自助吧 就狂吃了 所以他很貴嗎 一個人現在唱歌多少錢啊 如果要share 還不要平均 我們三個去唱歌 我們要唱三個小時 大概多少錢 然後知道吧 那時段不一樣 那個價錢不一樣 你假日的話 應該我覺得五六百吧 對五六百跑不掉 平日可以三四百 那為什麼不去吃 那為什麼不好好去吃一餐buffet呢 就是你又想要 不要唱歌 對你又想唱歌 你想吃東西 白月光 你可以一直唱 白月光的都點一點 彎彎月光想 難怪 對啊 嗯 我就不曉得 在我們這個年齡上 至少在我 我覺得在我四周圍的人都這樣子 就是 尤其我們在生活上面 會種的比較 就因為衣服 這現在只是因為通告的關係 嗯 我這我也可以不買衣服 哦 對 然後這個東西我就可以省去 可是我覺得吃東西 就是要品嘗美食的美味 但是我不會去吃那種有沒有 那種太虛花的 比如說 這個是米其林幾星主廚 煮出來的一個 比較無形 然後但是要告訴你有形的料理 它不叫分子料理哦 嗯嗯 一個大盤子裡面 就那一小棵樹 如果沒有看到的話 可以去看潤姨姐的頻道 我曾經有吃過這個 然後旁邊都放乾餅 會這樣 欸對對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 吃個氣氛的感覺 那個醬料呢 就是灑在盤子上面 但是一小點一小點 因為燈光昏暗 吃完之後 那有一點點酸酸 那時候心裡的OS是 它是不是拿到壞掉的東西給我 結果它跟我講什麼 什麼 它叫螞蟻 蛤 蛤 螞蟻的乙酸 五個 哇塞 是不是 欸可是我覺得像你這樣講 其實現在我 我覺得越來越多人 也是這種種植不重量 因為你知道讓我想到 其實 我身邊有幾個朋友 就是他們只要一到假日 女生喔 就開始發一大堆的那種IG 那種高級餐廳的那種 像你剛剛講米其林料理啊 或者是很高級日式料理啊 都是那種一點點 一點點 可能很容易得月光族吧 很容易變月光族 我是不知道他們的錢是哪裡來的啊 但是他們就很敢花在那個上面 因為上次我們這樣台中吃 如果正常來講 因為我是業配 我很坦白說 因為業配 但是他如果說正常來講 那一克要三到四千塊錢 哇 真的一個人這樣 對 啊吃完了之後 我們還跑去吃滷肉飯 因為沒有飽啊 那是吃氣氛 所以他要求婚的時候可以吃 特殊場合可以吃 對 因為他不會吃肉 所以勸你要吃那種東西的時候 先去把自己稍微餵飽一下 所以那不是醜肉 可是那如果說一般正常的上班族吃起來 真的會吃死自己 對真的 真的 就是久久一次啊 不太可能 沒有啊每個月他如果都想 如果碰過每個月 他都要去品嘗一個餐 或者是給自己買一個包 他就很省很省喔 嗯 還是有這種人啊 可是當月光族很辛苦 是因為 也不能說辛苦 因為我發現月光族有幾個條件 什麼條件 第一個他可能住在家裡面 所以他對金錢這個掌控 他覺得 我多少花多少 對 對不對 因為水電費 家裡的 好 我今天如果沒有出去吃 沒關係家裡有的煮 嗯 這個是我覺得他可以 把自己當月光族 所以工作要穩定 他不會被老闆裁員 我覺得我有碰過一個月光族 他覺得下個月他可以去吃什麼 結果你知道嗎 還不到月底 就被資遣了 啊 嘿嘿嘿 結果對他就一直月光到底 他已經半年沒工作了 哇 可怕吧 連老闆都沒辦法啃 因為他平常就是月光族啊 連老闆都沒辦法啃欸 真的 所以你知道常常政府在講說 記得要儲蓄 其實儲蓄是為了自己 不要變成月光族 嗯 是蠻恐怖的啦 我覺得是不是 男生比較會有儲蓄的觀念 真的嗎 女生的話反而真的會比較花在 我 對說真的我遇到很多 男生比較會存錢 男生比較會存錢 對男生比較願意去存錢 因為他們比較 重量不重值 喔真的喔 我覺得阿 因為女生我必須講 因為我 我遇過的啦 真的比較會買 那因為女生東西 可是買什麼買什麼 好 我跟你講衣服是一個 欸已經塞包了衣服 然後再來是我 我最擺絲不得其 也叫飾品 喔 效果 就是我一直都在想說 那種小小的東西 呃呃呃 可能不便宜耶 不便宜阿 所以他們很敢花啊 沒有所以我沒有帶飾品 所以我不知道飾品 到底有多少錢 對就是你不會 但是不代表其他 其他人對阿 就是他們就會買那小的 對啊就一打開 哇 凡是女生覺得美的東西 你包包阿 然後就想說 這個包包 呃 可能專櫃買要幾萬塊 嗯 然後他買了那個包包之後 他的包包裡面放不到一千塊 哈哈哈 你就會覺得 人家有卡 不過 這樣就可以知道 他那包包應該是真的 真的包包 不是假包 哈哈哈 欸欸欸欸 小心講話喔 所以我就很不懂 因為我覺得 女生的東西是真的是很 在外在啦 對 在 我就很不懂這個花費 對 但是 他們就是很願意去花這個東西 因為 輸人沒有輸丁好不好 輸丁就 那個人 那個人 男生 男生比的是錢包的厚度 女生比的是外在的那個美度 對對對 美感 美感提升 欸那你這樣講 真的耶 好像我四周圍的男生 都會比較容易存錢 對 因為我應該怎麼講 像我來講 我覺得物欲比較低一點 對 很多男生也是 而且我們注重一個東西叫實用性 對 有時候這個東西 他到底我買來有沒有功用 如果我買一個幾萬塊 他只是放在那邊展示 你在裝飾品 對 啊誰要來你家看 我幹嘛呢 浪費那個錢買一個 垃圾 對 我把錢丟到水裡 對 除非你有在收集這些東西 對 欸這是觀念真的耶 我也最近常有覺得 如果說 我現在看東西買東西 我會覺得說 如果這個東西 他不實用 對我來講就是垃圾 嗯 但是我會願意投資在旅行上面 哦 因為現在到疫情都開放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看到很多月光族人 慢慢慢慢會存旅行的錢 嗯 反而不會再去買那些 比較就想講 放在那裡 啊不知道什麼 那我問你問你 如果你們今天有錢的話 你們會願意買 就是那種 會保值的東西嗎 不會啊 或是會有那種 加值 升值空間的 不會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怎麼知道我活在哪一天啊 哦 對我是即時行樂行 以我的個性 可怕你今天買了一個包包 你只是很喜歡他 但你發現你隔天 發現他的價錢 從五千變一萬 不會啊 我覺得如果 你不會 我確定他會漲 我可能會投資 我會當投資 就把他當投資 那你會投資貨幣嗎 那種虛擬貨幣 我不會 因為第一個 只有我不瞭解 然後第二個是 我認為 那個還是有風險 而且風險應該是蠻高的 所以我不敢 丟那個東西 我跟你講投資什麼最好 真的 投資娶一個老婆最好 像我們呢 投資老婆 為什麼老婆有生產力啊 所以你要現在去 路邊抓一個說 然後 不是 像我的話呢 我當時就想說 要投資就是長期販票 這個概念 嗯 對 可是你的投資法是怎麼投資 我的投資法是怎麼投資 對 就是他的錢 是我的錢 我的錢 還是我的錢 以後不要找這種 以後不要找這種 這太可怕了 被拿捏死死了 所以 對 對你來講是投資 對他來講 他覺得 遇到造陷阱 摸雪 對 摸雪 有去無回啊 不是啊 至少女生是個方法 就跟你講啊 男生比較容易存錢 但是當然男生你要看對 就是說 比如說像我來講 我是不太愛亂花錢的人 嗯 我喜歡吃東西 嗯 我喜歡吃美食 但是我喜歡跟大家一起吃 嗯 去品味那個美食 因為穿衣服 衣服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你叫通告發制服啊 嗯 啊有啦 天才衝衝衝啊 怎樣 就是制服啊 不要自己戴蝙蝠啊 每一集就發啊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省下很多通告那個制服費啊 可是我覺得啊 我覺得男生女生在花費上面啊 還有一個比較不一樣就是 其實女生 比較會花 但是花的是比較小錢 然後買個十幾種 可是男生有一種花是 平常也不花 但是一花就是 大錢 好比如說買車 手錶 手錶 手錶這種的 都是那種幾十萬在丟 有有有 對你懂嗎 都懂了 有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對這小錢不太會花 然後砸在比較 大的錢 這算奢侈品 嗯 然後買下去就說 我三年內 絕對不會再買這種東西 就是那種類似的款式 那我終於知道 會這樣嗎 一翔 我知道了 怎樣 因為我是男人 真的嗎 你這樣講 好像比較符合我的個性 一我不帶手飾 沒錯吧 你們有看過我帶什麼 連結婚戒指都沒有帶 我不喜歡買小飾品 第二個我要花 真的就是花打錢 大筆的 買車子 買相機 然後來設備把它弄好 然後電腦 因為電腦 我覺得這個是我的身材 就是偏實用性的 對我那時候身材工具 我曾經有過我一年換一台電腦 為什麼 因為我都用notebook 把它打壞掉 因為太用力 也不是只有手指頭打壞 好嗎 電腦還被我打壞了 所以我覺得 我比較像男人 所以你是女人身男人型 不要這樣 白月光 對啊 我覺得我自己會比較偏像男生的 這樣子的個性 因為會比較實用型 因為那個太虛了 比如說你買的手飾 就是你給人家看 可是不見得我懂得欣賞 對 可是錢花上去了 那個不能退 你有看過人家戴完 說對不起 我才戴兩天 你可不可以交換給我 不可能啊 對 就乾脆買一個讓自己覺得 實用性很高 對 然後可以重複利用的那種 對 像化妝品也是一樣啊 嗯 化妝品我很堅持 就是用那個牌子 可是現在那個牌子 最近我們不是在找一個 Maybelline的粉底液嗎 然後那個粉底液其實也不生產了 嗯 然後我就在收片全台灣的那一款 24小時很難脫妝的粉底液 因為它只要讓我用一 大概黃豆大的大小 就可以抹塗臉 塗全臉 然後維持在一整天的妝容 我沒有業配好嗎 我希望有業配 Maybelline搞完了業配 化妝品業配喔 化妝品業配喔 可是你知道 我就對那個東西的忠實度就很高 可是它花多少錢 沒花多少錢 可是它實用度就很高啊 那它現在還買得到嗎 喔我這兩天才在那個 敦化南路下面的康世美 所以你比較會買的就是 開架式的化妝品 對我比較不會買那種專櫃的那種 呃對不起最近是搶到 JOMALONE的專櫃太多了 JOMALONE的香水 喔喔 對 就是要看 看東西 但是你要知道那個香味 適不適合你 如果它不適合你買一堆 它還是 你說Chanel No.5 嗯 那個那麼刺激的味道 因為我覺得噴起來 就很像在那個Hikari啊 條通 喔 它就比較不適合我的香味 現在我問你們 你們買過 你們目前為止 就是花過最奢侈的東西 物品喔 物品上面 你們覺得是什麼 就車子啊 我也是車子 都是車子 對啊 車子 但講起來也是實用的 對也是實用 非常實用啊 好我再跟你們講車子這件事 為什麼會花到那麼百萬的車子 好 其實以我來講 其實欸 可以不要花到百萬 要不要先透露 透露一下你的車子 現在是什麼 什麼 就小白啊 就是啊 三芒星啊 OK 那大家知道 三芒星啊 167萬啊 對啊 為什麼啊 因為我之前 其實我有開過 雙B的 可是我沒有開過BMW了 BMW以前是我先生開的 可是我覺得它沒有很好 因為它開柴油車嘛 它是前輪 它是後輪驅動 它很 很耗油 可是我要講 可是我要講說 為什麼我會從 本來是開 就是Nissan 然後又轉到開現在的 日系車到進口車 那都是因為 坦白講 你有時候進電視台 有沒有停車位很重要 喔 有一次呢 我就開了我的 日系車 日系車 對 那個是TIDA 還是新款的ITIDA 很新了吧 內裝不錯 CP值又高 也沒多少錢 就是 我覺得六十幾萬 很OK的 好 我開了 結果到電視台門口 我臉沒有變吧 沒有車位齁 你要不要自己在路邊停一下 警衛大哥這樣跟我說 他知道你是來賓嗎 當然知道啦 我們就在來賓上面 有名字的啊 那是都可以停嗎 意思是 還說他只是真的剛好有車位 沒有 可是我跟你講 我左看右看都是雙兵 停在裡面都雙兵 我左看右看 然後還有車位嗎 還有車位 不只一家電視台 嗯 好 那接下來呢 我也算了 我也不受打擊好嗎 我想說沒關係嘛 反正就是我就去停嘛 對不對 好啦 結果有一次 就是同一個來賓到 嗯 好 他跟我一樣是來賓 但是呢 他就開白色的B&W 嗯 好多位子 我還是被請去外面停 哇 他就好好的停在那 然後那個來賓呢 也不過是個素人來賓 還不常不常上通告喔 但是我大概知道他是誰 喔 就是你可以看他很眼熟這樣子 好 我心裡開始有了默默的想法 就是覺得不平衡 不平衡 所以每次經過台中大道的時候 台灣大道的時候 我去台中的全國廣播錄音 都會經過一家很大的賓市 嗯 然後那個三芒星那個光環有沒有 就在上面轉啊轉 嗯 我跟自己講 我中一天我會得到你 嗯 我就這樣說 嗯 就真的得到了 你去拔他的招牌 欸你怎麼知道 我想去 不是你去敲他的車窗 不是我要複製他 然後貼在我的 你上上面好嗎 我本來想要打算做這件事情啊 沒有啊 後來我就真的換車 我也跟我先生講說 我要換這台車 嗯 好他就覺得奇怪 啊你就開好好的啊對不對 啊你就這樣開上通告 沒有喔 嗯 第一天我開到某內湖電視台的時候 嗯 完全沒看我人 嗯 欸這邊有個停車位 欸我幫你倒 倒車倒車倒車 蛤 哇 同一個 同一個警衛 哇 同一個電視台 好嗎 我永遠申請不到車位的 嗯 永遠告訴我說不好意思 瑞音姐今天沒有車位喔 他還會問我說 然後接下來我申請車位的時候 他說欸瑞音姐你車牌換了耶 我說對因為我開賓室了 喔有我馬上幫你弄位子 蛤 那個階級感就出來了 你答對了 那就是階級感 然後飯店也是一樣 如果你去飯店的時候 我告訴你 沒有人要幫你開車門 嗯 自己停齁 自己停到停車場去 喔現在是直接停在門口 馬上就有人幫你把四個門打開來 蛤 然後行李直接幫你拿上來 哇 哪怕只是一台 只有一台 Notebook他也幫你拿 嗯 所以你知道這個就是 為什麼大家一直在想說 我一定要買真的東西 明牌 你一直想回去把那個 你家那個車子那個mark 材料換換冰濕的 貼一下 換個貼的 所以說大家其實不是 對明牌的迷思 而是很多人對明牌的尊重 如果說好你今天好 幫我去拿那個迪瓜 接那個滑包出去 你去五星級飯店 你看誰給你位子 嗯 對 因為這 今天是人家認識你是黃河 所以給你位子 嗯 謝謝 對不對 這個你 就是說為什麼大家現在在想說 我今天真的要名牌 好 那是一個地位的象徵 然後身份 然後人家看到很低一點就 對 這個也蠻 講現實嗎 還是什麼 就是這樣 那如果說今天我不做這個工作 我就不用開這個車子了 我去做1280是不是 月票 月票 那我更輕鬆 我不用自己開車啊 對啊 我有時候做捷運人家說 欸你怎麼過來 黃河你剛剛來 對啊 我就說欸 因為我司機開比較慢 你要等他 你司機你是做捷運啊 啊真的就有司機嘛 欸這樣講話沒錯 也沒錯 也沒錯 所以人生就這樣啊 你有也沒關係 沒有你也開開心心 對啊 所以大家要付出的是什麼 就是說你今天真的願意當個月光族 為了是要 嗯 虛榮而去拿那個品牌 其實我覺得很辛苦 嗯 但是如果是因為工作上 你必須去累積到那樣子的狀況 讓人家知道說 你進去 因為你不可能看 你曾經看到郭台銘穿內褲都被開會嗎 呃沒有啊 沒有吧 郭台銘穿內褲我都沒看過 我沒看過他開會 我打個比吧 他可能在他家會 對啊 我可能要今天去看 他可能上半身是其中 不要黃標 哈哈哈 然後站起來 對不起郭董 對不起 沒有至少他會是有 穿起來是有版的啊 嗯 就是有至少他穿的有一點點的牌子 嗯 對不對 他競選服裝就不用講 應該也是有牌子 嗯 那至少是在外面的一個外表 給人家的氣場嘛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上班族 我是建議建立這些小資族啦 因為職場上沒有什麼好競爭的 吃飽比較重要一點點 嗯 所以我後來是覺得說 嗯 你 你 怎麼花錢 嗯 比較重要 錢是要存啊 然後 我自己覺得說 呃 你今天能力到哪 你就 花到哪 嗯 嗯 我覺得你不要 勾 對還賺不了那麼多 你想花的更多 尤其是信用卡 那個就不好 對啊 信用卡我覺得是很多年輕人 或者是說 有一些人會 疑卡 養卡 這件事 我覺得是比較可怕的 嗯 我不知道這怎麼養 完全不知道 應該這樣講好了 我常講說齁 用信用卡的 一定要記得一件事 沒有那個卡槍 不要吃那個下油啊 嗯 因為它永遠是 預付的東西 懂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個錢 去預付它 你其實是不斷的 給銀行去賺利息耶 嗯 對 而且一旦你就會變成卡奴 對 比如說第一張卡 我用完了 我沒有我放最低金額 然後我再辦第二張卡 又有額度 我又去刷我喜歡的東西 或買更高級的東西 但是你的薪水就只有兩三萬啊 嗯 你就一直繳都在繳利息 對對對 繳那個利息 對 所以我覺得沒有能力的人 也不要去辦 隨隨便便辦信用卡 最好把信用卡 跟信用卡放這塊 嗯 對不對 那叫康伯卡嘛 對 你有的話你再刷 沒有就算了 是喔 對 至少我覺得就是 要有能力 去負擔這筆錢 否則那筆錢 那個卡 就直接把它剪掉 不用 你就直接不能花這樣 對 我覺得那個比較避免 你能夠讓自己當月光族啦 對 所以我覺得理財 這個還是很重要 嗯 對不對 你不理財才不理你 嗯 對 所以才要理 不行我這樣好像講到實事 怎麼辦 蛤 我這樣好像講到講 好想問一個實事 你問啊你問啊 沒有啊 你問又不是我 我不在鏡頭裡面沒關係 問啊 我就想問那如果這樣子的話就是 那你們對於 我今天假設我今天背一個名牌包 但是它是假的 但是它一樣可以 感覺好像我很有身份地位那種感覺 你們是有什麼樣的想法 不是啊 你想 如果你知道你要看那個人是要做什麼啊 我剛剛就講啊 如果你今天是藝人 嗯 你是公眾人物 那那個包勢必會被放大 嗯 那如果只是個上班族 你平常那些人他也不在研究包包 他哪知道你是A貨還B貨啊 嗯 沒錯吧 嗯 如果今天參加郭台銘的宴會 好 然後呢 每一個人都是眾星雲級 穿的都是什麼名牌的 嗯 那你穿一個A貨 他們平常都是在買這些東西 你A跟B他看不出來嗎 對不對 我會覺得說 我會問他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 你今天買這個包包 是有這個必要買 還是 是你的虛榮心想買 哦 對 也就是說是你需要 還是你想要 嗯 那如果是你太太說 不要我就要 我就要我就要 你怎樣 我要我要我要 一想跟他心一想 先散個兩巴掌下去 想當我真的賺 但是不可能 好吧 你這段我女朋友看得好開心哦 對 我就是要 我沒有理由就是要 我會說 我會說好 我是愛你的 嗯 但我現在能力可能還沒到 那可能 你給我多久時間或什麼 我盡量去買給你 哦 還是會哦 你會盡量滿足他的 對 一百年後 對對大概一百年後 哈哈哈哈 用收了用收了 等到一千年以後 我會說 就是我們一起努力 因為我覺得他 有想要想要的東西 我也有沒跟想要的不一樣 但是 就是我覺得那個態度很重要 我就跟他說好 我們一起努力 然後我也可能會 順便要求他 哦 那你這個月 你也要省一點 握著你再 對 多努力一點 我們一起往這個目標邁進 我覺得這個就很正向 對不起 但是我錯了 應該這樣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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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能就會說 你趕快出去 哈哈 這門真的門反鎖 你就要說態度的問題 哈哈哈哈 態度錯了 態度錯 因為我是怕兇的 哦 還原來 對 可是我覺得 意想這態度 這方式其實也蠻正向的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然後為你的目標 對啊 所以我那天上次 我們有在聊到 所謂的AA制 跟香蕉也在聊 所以我就覺得AA制其實是很好的 如果說男女朋友要交往的時候 我覺得AA制是非常好 但是如果真的要變成一個家庭的時候 真的就是要 你要先把這個家HANDLE住 而不是把你的欲望 先擺在前面 嗯 家 有了家 你才會有辦法把其他人弄得很快樂 每個成員弄得很快樂 尤其是夫妻 你知道有一句話 你看這就是我們世代又出來了 世代的交替就是 啊沒關係啊 反正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啊 可是有句話就是 憑賤夫妻百事愛 這句話一定 就是就算不是夫妻 男女朋友也會因為金錢 你比較沒有錢 他可以去看上有錢了 或者是 我家那都是 都都是會發生到的 所以盡可能呢 讓自己的帳戶 都放在兩萬塊以上 其實瑞姐要講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重要 就是一個現實的考量 嗯 真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 呃 花費或什麼 我們以節儉為主 嗯 嗯 對但是 就是 因為你 當你真的沒有什麼金錢 或什麼的時候 你可能要做個事情 或 呃 你要去哪裡 你都會去拿捏一下 對你要去拿捏 對 然後你就 也不敢坐騎乘車 也不敢怎麼樣 不敢怎麼樣 有時候真的是 不行 然後面對家裡的 柴米油鹽醬醋茶 嗯 真的會因為這個 對 所以我要講的 就是我覺得 錢不是一個邪惡的東西 它是一個很中性的東西 就是 你怎麼使用它 對 怎麼去運用它 對 你怎麼運用它 嗯 嗯 對啊 有一句話又來了 你知道嗎 就是 呃 有錢 有錢能使鬼推磨 然後 不是不是不是 有錢判身 不是不是 好 什麼萬萬不能啊 喔 有 那句話怎麼說 不是那句話 照照照照照 錢不是萬能 對 錢不是萬能 但沒錢 萬萬不能 對啦 但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沒錢 哈哈哈哈哈哈 錢不是問題 但最大的問題 是我沒錢 哈哈哈哈 不過還是希望大家 真的不要做月光族 因為畢竟就是 月光族來講的話 也是蠻辛苦的啦 要懂得開源節流 有多少錢 你就 有多少經濟做多少事情 對 我覺得那是比較重要的 當然吃喝玩樂 一定不可少 但是 所有的規劃都可以在你的計畫之內 而不是在計畫之外 嗯 然後出了一些事情 你又不可收拾 什麼叫 賦稅難收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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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要來一段音樂的感覺 對啊 結尾 沒有啊 就真的啊 就是在勸大家啦 月光族他是很辛苦的 但是我們千萬 在這個世代裡面 要有自己的思想 嗯 對 然後自己拿捏 這個當下就可以了 嗯 對 而且以我自己的立場 因為我是基督徒 我覺得 像我要面對 這筆開銷或什麼 我也會自己禱告 你又嘎TV了怎麼辦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還是要講一下 對然後 看 看一下我是真的需要還是想要 對啊 對 需要跟想要差很多 靜下時間想清楚啦 好啦 我就祝福大家 不要當成月光族 至少每個月都會有一些盈餘 讓你可以更有機會 去享受這世界的一些美食跟旅遊 我們下期見 拜拜 拜拜